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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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肥安天下 现在差不多六点 希望做到十四和十五条片 追追数吧 今天没有人不守声 因为明早五点去机场 泰国即将变天 因为前一位军头巴育宣布让位 即是他不寻求练阴 因为大家要明白 现在泰国前进党的领袖皮达 他赢得下议院选举 人气一直上升 估计现在的前进党的支持度比大选更胜一筹 这个就是人民呼声 泰国军方其实有两大军头 巴育之外还有一个巴威 但是巴威每一天 他只是带着不同的努力士 是非常离地的军富二代 即是说 军方的富二代 大把钱 他只是希望维持他自己现在的一个体面 所以巴育 他不能够统一军方 结果黯然地撤退 因为很简单 你赢了众议院 还有一个参议院 而参议院过半 就是由军方所把持 实际上 皮达这一次当选 甚至他认子 他们能够做第二大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已经得到巴威的支持 所以巴育 他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这个现实 所以他离开 至于军方 军方会怎样呢 巴威很坦率地说 他将会改以保护皇室为荣耀族心 巩固自己的政坛力量和财政网络 即是最紧要你不要损害军方的理由和利益 什么都可以说 而最重要的 他就是护卫住 护卫住 守护住 就是现在皇室的尊严 当然 比起愿意放下最高权力的军方 皮达 其实还有两个潜在的政敌 他顺家族 本来就是靠基层 但是已经江河日下 相信他都明白 只有他亲身回到泰国才能够翻身 但是 这一个道理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皮达能够从政 都是得力于他顺的培育 所以 今次 两个政党 加上才能够过半数 并不是说皮达可以一党独大 他是需要他顺的女儿 分身支持 所以才能够组成乱盟 而来到这一道 究竟最重要的 就是全国泰国最尊崇的人 他信 会不会由通缉犯 可以翻身回来 而另外一个就是卫生部长阿努廷 因为抗疫二军特企 做得相当好 相信他首先会拉朗 执政联盟取得多个部长的职位 令到他自己在皮达之下更加有影响力 皮达就上个星期六开始 每日跑到泰国不同的地方集会 希望人民力量巩固成为总理的机会 他因而人气更加大幅上升 明日 即是说 13日 他应该可以成功取得权力 但是之后的前进党承诺选民的三大目标 究竟做不做到 这个就是关键了 他的三大目标 能够令到他成为了泰国首相 最主要就是修改宪法 让代以政制民主化 即是不能够再有军方的势力 在议会上的耀武原扬威 改革军队和放宽 尊崇黄色的法律 即是你不好 好 将皇室的权力 可以随便地惩罚人 甚至有一些对皇室有微言的声音 都应该得以尊重 因为 就在三年前 当时有一个人 他在网络上 侮辱泰皇的狗 他一直追到柬埔寨边境 跟着他落网被判终身监禁 我记忆就是这样 我不记得是三十年还是终身监禁 你不可以再是这样 王权 虽然表面上不影响真正的政治问题 但实际上 泰皇的影响力 和他的权威 是超越所有的人 2014年 军方奪权 我发觉他们经济相当差 没有说得力于 现在 产业链的转移 没有说得力于 日本 中国 和美国的助力 所以希望 民选政府 一改 前朝军政府的利益 将利益 还回泰国人 令泰国可以更加好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科金 看广告 可以加入会员和patreon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